9月28日晚,德云社小龙发布短视频 视频中,德云社七队的成员们在后台一起过中秋佳节 看到德云社的伙食这么好 不少网友表示,难怪赵云一会变胖 视频中赵云一还亲自教大家八小龙虾 看到如今的七队也有不少网友感慨 不亏是神仙七队,虽然队长不在,也能这么的其乐融融 视频中一共12名演员,有几位还是刚刚加入的龙字科学员 如果再加上在外演出的孟赫堂周九良,秦潇贤何九华,上酒西郭肖汉 这要是来的全阵容演出,粉丝们直接当场过年 哎二哥二哥 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 我在福建苦苦求了几千年 得云社七队可能也是得云社中队员最多的一个队了吧 看到视频中的一幕,网友们也不禁感慨 得云七队再也见不到从前的盛事了吧 想想我们队里要全阵容的话,想想还是挺可怕的 太可怕 我们队长,谁呀? 孟赫堂周九良 两个人,敌决 对,到二是谁呀? 谁呀? 上酒西 啊 到三是谁呀? 到处第三场呢? 聊到听张纽泰 哎二哥他们 腰是谁呀? 腰啊? 孙九芳 孙九芳是腰啊 谢谢介绍啊 这是二哥 上酒西有师弟 这是刚刚入了锅门的我的师弟 小师弟 这是个可爱芳 孙九芳 这是我的老大呢 这不久了 满舞台的人气小假 这样的场景再也不会有了 让人忍不住怀念七队的神仙反场 无论是舞台上撒欢打群架 还是九芳和秦霄贤舞台上挑衅队长夫人 如今的神仙七队变成了老七队 这可能是所有德云社七队粉丝的一难评 期待德云社七队演员能够早日的成长起来 也期待队长孟赫堂能多带领着老秦二哥多会小剧场看看 给粉丝们来个七队全阵容演出